2018年 亞運 蜻蜓 機流 國家培訓隊 複選 日前在南投縣 水里鄉的水里溪盛大舉行 這次主要是選出 2018年 亞運代表的選手代表出賽 我們感謝全國 蜻蜓協會 可以把全國的選拔賽 農到我們水里鄉 水里溪 這個優質的場地 來做為全國選手的一個選拔賽 那這次最重要就是要選拔代表 2018年 參加印尼亞加達的亞運比賽 而在比賽中常有意外發生 尤其輕艇機流運動 亦發生斷獎的狀況 這次來參賽的選手表示 儘管斷獎還是會盡力完成比賽 我比賽中斷獎也不是第一次了 有一次在日本的亞警賽的時候也是比賽斷獎 因為當下就是斷掉會覺得 啊 怎麼講斷掉 可是 因為你還是得把比賽完成 所以 我當下就是趕快先滑到安全的地方 然後把我斷掉的地方 不能用的地方把它丟到岸上之後 用剩下的一邊把比賽滑完 而這次會選擇在水里溪比賽 是因為水里溪的環境非常好 也適合做訓練以及比賽 水里溪這個環境 真的很適合蜻蜓選手 平常在這邊做訓練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要有基礎的訓練站 那從我們大概選手都是從小學 國中高中到大學 都可以做平常的基礎訓練站 先議員陳淑惠表示 水里溪不但水質非常好 更符合國際場地 選擇在水里溪是最好的一個賽事的場地 因為水里溪的水是清澈的 可以由台電公司來做一個管控 這樣對一個選手來講是比較安全性的 而且也符合國際賽事的一個水流 所以今天真的感謝我們全國清澈協會 能夠把這場賽事拿到水里來 水里溪擁有天然的地理環境 使得水里溪適合舉辦各大賽事 但因礙於法規 有許多賽事無法順利進行 希望縣府能夠多多關注 並善用水里溪的資源 為水里鄉帶來觀光 也預祝這次參賽的選手都能榮獲佳績 記者邱平易 水里採訪報導